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同源字 也说是同源后来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字形 许慎说这个赤是小步野 就是用很小的步符行走 这叫做赤 而许慎说这个错是乍行乍直也 所谓乍行乍直就是走一下停一下 走走停停 这叫做乍行乍直 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本意 其实都跟行走有关系 所以王立古汉言字典说 从赤的字一般都跟行走意有关 在错步总论里面 又说从错的字一般都跟行走意有关 所以从这两个步手的字在语意上是相通的 好 这是静 其实江水继续向东流 经过乌霞 这个说文里面没有收从走之旁的静 只收了从池子旁的静 许慎说是过也 许慎认为他的本意就是过 不过王立古汉言字典认为 这个经过的意思是他的隐身意 静的本意是小路 那么静乌霞之后本来应该是句号 所以下面就应该开始介绍乌霞了 按照一般的叙事顺序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逗号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句子 杜与所凿 杜与大家看课部上的注 据传说杜鹃提雪的杜鹃 就是杜与的灵魂化来的 这个杜与所凿 杜与所凿应该怎么分析呢 杜与所凿应该怎么分析 我们说锁 有的学者说它是一个代词 有的学者说它是一个注词 你们中学学到的锁是什么词 锁是什么词 锁和动词连用 但是锁是什么词呢 我们课本上认为锁是代词 锁是代词 但是这个说法不好 虽然有它合理的地方 朱德西先生把它看作是注词 认为这个锁和辙和之 这三个到现代汉语当中都变成了得 都变成了得 所以这个锁放在一个动词前面 这个动词就变成了一个名词性的成分 名词性的成分 它不是一个名词 不是一个词 既然是一个名词性的成分 所以前面可以加上定语 度语是锁凿的定语 这个定语和锁的结构中间也可以用之 是不是 度语锁凿 度语之锁凿都可以 这是从整体功能上 我们知道锁凿的含义 但是朱先生告诉我们 说锁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锁以后 这个锁字结构一定是指称动词的对象 这个锁字结构一定指称动词所涉及的那个对象 比方说锁杀一定是指杀掉的那个人 杀掉那个人 锁食一定是吃的食物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跟者正好构成一个互补的关系 如果是杀者 是指的发出杀这个行为的那个主体 如果是食者 是指的吃东西的人 发出食这个行为的那个人 古代用一个锁 用一个折 而翻译成现代汉语呢 它都在功能上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得子 锁杀过当 也就是说杀掉的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 杀掉的什么呢 你当然可以说是杀掉的敌军 超过了自己这一方的人数 这是古今汉语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差异 所以现代汉语的得从哪来的 有的学者说是从者来的 者字语音发生变化 变成了得 有的学者说是从只字来的 从只字来的 因为现代汉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得子 古代汉语是用只子 这个格局 那么大家可以记在脑子里面 经常自己思考一下 这里面很有趣 好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杜语所凿 这个 本来这个句子的原型 我们可以说是杜语凿无暇 这是一个陈述句是不是 陈述一个事件 陈述杜语凿无暇这个事件 但是呢 杜语所凿 这个无暇就不能再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有着这个锁 所以朱德西先生呢 就用了一个提取的概念 说他说这个锁字 就提取了这个动词的所涉及的那个对象 提取了这个动词的避语 所以用了锁以后 这个动词就不能再带编语了 你不能说杜语所凿 无暇 不可以 锁和动词后面的编语不能够同时出现 所以这叫做提取 但是提取出来以后 他可以放到前面去做判断主语 是不是 乌暇杜语所凿 乌暇是杜语凿通的 乌暇是杜语凿开的 好 现在我们大致清楚 这个杜语所凿的性质和它的构造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杜语所凿是一个判断谓语 判断主语是成上句省略了 这个句子我们也可能会这样写 江水又东 静乌暇 句号 乌暇杜语所凿 以同江水也 而后面这个杜语所凿 以同江水也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判断 包含了两个判断 那么 大家在写这个作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到很喜欢古代汉语那种高度简洁的表达方式 而高度简洁的表达方式跟他所采用的一些句法 特定的句法手段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 在这个句子里面把这个判断主语成上省略了以后 把后面的两个判断句又用 以 给它归并起来 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这个句子的信息都补充全面的话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 这个 江水继续向东流 经过乌暇这个地方 传说中 杜宇凿通了乌暇 他要用乌暇来疏通 这个长江 用乌暇来疏通长江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黎道元的表达方式 我们大致可以体会这两种表达之间的差异 就是这个乌暇是杜宇凿通的 是用来疏通长江的 通其实是始通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般为什么不会把这个通字看作是始通义呢 因为正好现代汉语当中有一个疏通这样一个极无动词 可以翻译它 好 这句大家还有问题吗 句末的语句词也就是用来表示判断句的 如果我们要把这两个判断句分开 也可以说 度于所早也 以同江水也 那么如果两个判断句连用 可以把他们的判断位语归并在一起 而且 共用同一个句末语语词 好了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有的图会说这样讲可能是太细了 是不是 就好多问题 我们中学都学过了 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郭仲产就是郭普 郭仲产说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乌山是在乌山县的西南方向 乌山是在乌山县的西南方向 而现在乌山县的东边有乌山 这个前后两个句子表达的语语是相成的 但是这个句式各不相同 如果第二个小句也用再次句的话 可以说 而今乌山在县东 是不是 这古人写文章 为什么我们读起来很美 就是他们不肯重复的使用同一个句式 他们总喜欢这个句式 总是在发生变化 下面将郡县居至无恒故也 这个将字是表不确定语气的 表你测的这样一个副词 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你或 你或 大概 这个句子呀 是郭仲产对均县居至无恒 这个事实的一个判断 就为什么会 郡县居至无恒 居至就是 郡县政府所在地 有的同学说 为什么 又称郡又称县呢 这本来是古代的两级行政单位啊 因为 乌县这个地方 在 这个战国时期 楚国设了 这个 乌郡 到了秦代 改为乌县 到了三国 乌又把这个地方改成建平郡 所以一会儿是建 那县一会儿是郡 因此这个地方才用郡县 两级行政区划来统称 那么郭仲产对自己做的这个判断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 所以他前面要有一个表推测的副词将 就大概 你或 你或这个副词的用法是从将来的意思引申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去远补鞠的例子 宁与皇虎比一乎 将与积物争十乎 一个人或者是与皇虎比 或者是与积物争十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这个将字 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 将 将药 也可以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假设句 不是一个现实句 是不是 假设句往往会用表将来的这个副词 或者助动词 但是 古著里面就把这个将解释成疑惑 这个 或然就是不确定的意思 或然就是不确定的意思 好 最后一句就是说 大概军县政府办公机关所在地 一直是不固定 这种缘故才造成了地理制的记载和现实 金就是郭仲禅所生活的时代 也就是公元五世纪 古今这种差异 关于汉书地理制的记载和金 公元五世纪的这种差异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图示 就是本来汉书地理制 乌山县制和乌山的相对方位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公元五世纪 郭仲禅生活的时代 乌山又跑到县东南去了 不是乌山跑了 而是县城跑搬了